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给自己这个缘分来跟好人会馆结缘 那其实我也是不小心哦 就是被好人会馆吸收的变成好人 对 农敦大哥我在介绍你你跑哪去啊 名片啊 名片等一下啦 已经在录影了呢 没有关系 对这就是很生活化 然后那个 农敦大哥哦 他是从那个很乡村的地方来的 所以说你在他身上啊 会看到我们台湾 对啊 他每次就会在他的Facebook写一些小时候很感人的一些故事 对 然后呢 你在他身上会看到台湾很古早 非常非常纯真的那个人情味 对那我认识那个农敦大哥 我也强烈怀疑他已经有宗教信仰在背后支持 我真有 那等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那农敦大哥也被非常的会运用资源 所以他现在他也是运用他的Facebook 还有好的会馆的粉丝团 当做他宣传的媒体 那他也不断的会把他的讯息贴到我的网站上 所以害我也不得不当好人 然后呢 农敦大哥要跟你介绍 这个我们这一团学生是 那个大安社大环境大声工 带你再交换名片啊 然后呢 环境大声工是公民记者的团体 然后呢 我们的主头就是现在在录影这一位 宏瑞小老师 然后你真的等一下要好好谢他 我跟你讲我的报导不算什么 是他把我的公民报导贴到华资财会上 Yahoo 所以真正的恩人是他好不好 等一下就处理一下 所以以后万一我不在了就直接找他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就用最热烈的掌声了 那大家已经准备一个月了 好 给了六大哥一个掌声 这样可以吧 可以可以 准备 所以我们今天要用哪一种方式 就很自由的方式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是采访的课 采访的课 然后呢 就是说 就是说 你想跟大家聊什么 谢谢 今天有 昨天嘛 面包店火烧房 还是今天面包店火烧房 昨天 昨天 然后呢 我本来想台湾 台湾讲冷酷一点真的是哪里不死 所以也没有在乎那个事情 然后到今天中午过后有一个人贴说 电视新闻报导说 那个人一年捐面包大概捐了三十万 然后呢 他是JECON食物银堂还是这样 都有吧 然后他最近一次被记录到的影像是 昨天他还做了面包去送那个 妈祖 这样 然后大家就 有一些差异说 好人也会这样下场 那就说 好人不偿命 货害什么 货害一千年 一千年 这样子 那我 我就先讲一个佛教故事 没有人这件事 这件事 像这个事情是这个 我们大家看人其实有些感触 怎么这么不信 那也许是五年前 也许是六年前 我忘记 不会留下 发令有一个有一个师傅 然后他就被他的这个养女杀 那那个师傅院刚好是庆修院的前师傅 因为庆修院是一个日本的古迹啊 后来是我抢救以后 我就在那边当执行长 因为那个政府的委托的单位就不会有师傅 所以我 我们还是用执行长这个名称 其实就是割草啊照顾那里啊 然后提供各种服务那样 那久了以后大家就与我是那个庙的住持 所以大家一听到说那个庆修院的住持被杀 就赢了我被杀 那后来打电话来 看到我还有接电话就很尴尬 那那个师傅的情况 黄昏 我已经是男生 那个是女师傅 可是他只有写说 庆修院的住持这样 那这个师傅呢 他呢 养了五个 养女 那最后这个养女 当时其实只有高中一年级 那因为谈恋爱 师傅又管得很凶 所以他就跟他男朋友讲说 唯一的办法就把那个施工杀了 这样他们就可以远走高飞这样 结果这两个人就真的相约 半夜就躲到那个屋子里 那师傅三点起来做早课 就把他 把他 其实用铁棒把他打死这样 那打没死年轻人也蛮薄薄大 他就冲上去 掐他脖子 掐他脖子 那师傅没死 就是都血这样 就回头看他 那跟他说我原谅 然后就果然就死了 然后这两个小男生小女生呢 就搜刮了家里的钱 总共大概才两万多块 然后呢就跑去摩托车店 签一台摩托车 几乎钱都给人家 那就签着摩托车远走高飞 那从自从花莲骑摩托车远走高飞到凤林 那台两万多块摩托车都叛掉了 然后就签去摩托车店修理 一到摩托车店修理 就通报说这两个人很奇怪 很奇怪 然后就检查 第二天就抓到他们 然后就跑一跑一就讲出来 然后我其实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我不晓得我去清学院开门 然后呢路过的人呢 就看到那边围着那个封锁线 没多久就开始人打电话来 电视线就出去这样 那后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 就开始花莲有很多传闻说 人啊读着这个事情 一定是代表他这世人没做好事 在遭遇这样不幸的事情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因为我认识这个信仰师傅认识很久 所以我就告诉我旁边的人说 别人讲是一回事 对我来看这个人是个好人 我知道他从他年轻的时候出家 后来在玉林就专门从事收养孤儿的事情 那后来政府开始有孤儿院的办法 设立办法 就规定了你如果不是社会福利机构 你不能从事这些事情这样 然后他开始把这些小孩子 通通把他安顿好 最后那个地方呢 仍然有某个小孩 没有人可以收养 所以就把他通通 变成自己的羊子照顾他 这个事情他几乎到他死 他都在做这个事情 然后那个庆宣院的土地 当时是大概有一千五百多匹 那如果他坚持他是庆宣院的住持 大概也不可能把他变成谷迹 或者说把谷迹归还给政府 所以我就说光就这两件事情 这人应该是好人 那如果说他是坏人 可能也要举证的话 那会更复杂 那最后我问那个记者说 你这样写那么肉麻的事 就是说师父被掐着脖子 还说我原谅你 你太肉麻 真的还假的这样 那个记者亲口跟我证实 说他是因为到了那个 这个叫什么 看守所 去问那个学生 那个学生讲出来的事情 所以他是直接采访那个学生 那个男生 那个男生讲出来的事情 我说这三件事情 这些人一定都好人 好人就就出来说 他终于吸引去二鬼道 所以说大家也要过他的廟 就在想 哇这个庙 这个师父一定干嘛都坏事 所以才遭遇到这样的不测这样 那我就 在那边问那个事情 我说 人们如果这样说 我们在那边站在 知识分子的立场 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去找我那些人说 我出五万块 你看你到处一千或二千 还是五百万也可以 我们去替他做一个雕像 来纪念他 这样的 叫我那个村的船长说 某某在那里过 怕死 所以 他头一个站出来 反对 为了这件事 我 决定删一床的文章 后来把我们大家称宣来 外面我们坐办公室 设座信良奖堂 来 纪念他这样 然后那个事情 有一个人很有名 眼睛很大 叫做大目见脸 有没有 大目脸 大目脸就是因为眼睛很大 所以被叫大目脸 那这个人呢 他一 一这样子 或者用力搅一搅 那个大地就会震动 或者地就会被他翻过来 始终被传说 他是所有弟子里面 神通最厉害的那些人 大家很少人知道 他怎么死掉 我以前不想 被大石头打死 有一天呢 这么厉害 佛经上游啊 目见连菩萨 对 因为那个世尊的年代 世尊跟弟子 都还是要去台北市化园 就是化园 其实他讲究叫气死 一定要每天出来气死 如果人家不给他吃 他就跟人家一起饿肚子 每天一定要出来气死 跟现在的出家习惯不一样 那 那一天呢 那个目见连也就是如历 出来气死 早上就 晨昭起床 躲衣 然后出门气死 然后走过我们林山南路的时候 就有一群不良少年 那些就是听说最厉害的那些 你把他牵着他 看他也死了也死了 所以就一群不良少年 就真的等在路边 趁那机会就 就打他就对了 然后他呢 说他自己 没有一寸皮肤是完整 全身每一寸的肉骨头 都在痛 然后他 他说他已经知道他自己要死掉了 所以他就用他最后的力气 跑到他的好朋友 叫瑟蒂佛 看他 说兄弟兄弟 我要涅槃 我说涅槃 瑟蒂佛 瑟蒂佛就说 你什么 你要涅槃 他说那个不良少年 拿石头打杀我 瑟蒂佛说 你的手一转 地就会翻过来 你一变 就可以把全部人都移到别的星球去 你怎么会被人家打死 他说我一闭上眼睛一看 从我知道要这样子修行以来 我过去深深适适所做的恶 连我都不敢面对 连我都不敢面对 是这样的深重 所以我想到这里结束 到这里结束 然后他跟他说 我在取涅槃之前 想跟你这样说 那 释迦牟蒂佛的两个大弟子 就是瑟蒂佛跟这个 跟这个穆灵 其实就在世尊涅槃前 先后先涅槃这样 那这个就是沐建年死掉的故事 那他死掉的那段时间说 他看到他过去的那个罪恶 这样的深重 如果我再跟他们这样纠缠 我永远没有把它停止这样子的 是是非非 那我自己在面对那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把这段故事把它引出来 然后从此就在花莲每一年的六月份 就发动大家 大概你赞助了两百块 那我去找人家做馒头 特价又特价 一个馒头五块钱 那你赞助五百 你赞助两百 那我每年到六月份就做馒头 那就过于是站在那个所谓的四取通道 就是随便的街上 站在那里 那就说今天请大家吃馒头不要钱 那同时就把一张那个信仰故事 我在讲那个故事 发给大家 你看看你这个就要在干什么 我说 我要记念那个信仰师父 那如果我们花莲是一个有感情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要讲给大家听 那我就常常做这件事 有一次有一群学生从台北去做义工 那做义工的那段时间 刚好碰到这个事情 然后说我们到田里帮忙 可是这一天的这个上半天 我要去那个离那个吉安很近的市场 发馒头 然后就去发馒头 那时候那个市场上的太太啊 买菜 就说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那就藉由那个馒头的发放 就把信仰的故事再讲识给他们听 然后今天那个面包店的事情 又有人在后面很自然的留言说 你看好人也会出这些事情 那这个可能不是这么好人 所以我听着我把那一篇文章 给他打开 我想今天用这个事情做开场白好不好 意思是说 以前人家是看信仑 我们就变成跟随者 我们的议论或者我们的讨论 通常也就是我们自己讲讲 对别人不会有什么影响 可是我 我自己很早就决定说我不要做那样的人 我说 这个是我们跟你说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就走 或者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去邀别人 或者 勇敢的去发挥影响力 然后跟大家讲这些事情 这样 有时候也会有效